大家好,欢迎来到智慧书谷 祝大家愉快地聆听每一期的读书内容 今天要为你解读的书是《世界之战》 副标题为《墨西哥的阿兹特克网室》 美洲大陆有三大古文明 即玛雅文明、阿兹特克文明和印加文明 除了印加文明位于南美 玛雅文明和阿兹特克文明都位于北美 而且两者还存在传承关系 考古显示 玛雅文明诞生于公元前十世纪 距今有三千多年 玛雅人分布在今天的墨西哥东南部 巴拿马、威地马拉等地 在天文、农业、艺术等领域都创造了辉煌的成就 然而盛级必衰 从公元九世纪开始 玛雅文明走向衰落 最终分崩离析 取而代之的是阿兹特克文明 阿兹特克人一方面继承了玛雅文明的遗产 比如他们像玛雅人一样热衷于建造金字塔 而且精通天文立法 另一方面他们也发展出了自身特色 比方说医药 现存的118种阿兹特克药用植物中 有85%被现代医学证明有效 其水平可见一般 这只是一个小例子 事实上 阿兹特克文明达到了很高的高度 绝不亚于玛雅文明 哪怕后来遭到西方殖民者的沉重打击 它也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 时至今日 墨西哥还有约200万阿兹特克后裔 他们沿袭祖辈的习俗将它融入现代生活 成为墨西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阿兹特克文明究竟是如何形成 怎样演变的 又具有什么特点呢 这本《世界之战》进行了详细介绍 作者弗朗西斯·伯丹 是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圣伯纳迪诺分校 人类学荣誉教授 致力于研究古代美洲的历史和文明 曾荣获加州州立大学系统杰出教授奖 他充分利用考古和文献材料 尤其是阿兹特克人的原始材料 绘制出一幅阿兹特克文明的生动画卷 接下来 我将徐徐展开这幅画卷 带你领略这个古老文明的独特魅力 首先要讲一下阿兹特克文明的起源 这得从阿兹特克的含义说起 阿兹特克意为来自阿兹特兰的人 这个阿兹特兰是什么地方呢 它位于今墨西哥北部 因为气候干旱 墨西哥北部历来降雨稀少 遍布荒漠 唯独阿兹特兰例外 传说此地水草丰盛 水鸟众多 这里的人自称阿兹特克 是有意跟荒漠地区的人作区分 不过传说毕竟是传说 迄今为止 历史学家都没有在墨西哥北部 找到这样一处所在 一般认为 阿兹特克人就生活在荒漠里 条件艰苦 求生不易 所谓水草丰盛 不过是一种美好的寄托 那他们怎么不往南走呢 要知道 如果能穿越荒漠 再跨过高山 就将进入气候温润 物产丰饶的墨西哥盆地了 道理很简单 玛雅人早已杰族先登 建立起有效统治 启荣外族插手 直到公元九世纪 玛雅文明走向衰败 统治力下降 周边部族才有机会来填补空缺 这个过程极其漫长 考古证据显示 阿兹特克人的迁徙速度很慢 13世纪前后 才正式进入墨西哥盆地 当时玛雅文明已经瓦解 盆地内城邦林立 各自为政 互相之间纷争不断 阿兹特克人开辟了好几个定居点 都遭到周边城邦的攻击 无法维持 无奈之下 他们依附于一个叫库尔瓦侃的城邦 向他们缴税 并且充当雇佣兵 以换取保护 这样阿兹特克人才得以立足 然而好景不长 一次文化冲突又将他们推入困境 原来库尔瓦侃对阿兹特克人的表现很满意 就把一位公主加了过去 作为双方联姻的标志 阿兹特克人随即把公主当牺牲品 献祭给守护神 按照阿兹特克人的习俗 这可是最高礼遇 但库尔瓦侃认为 这分明是羞辱 他们大发雷霆 将阿兹特克人驱赶到 特斯科科湖的一座岛屿上 任其自生自灭 事情发生在1325年 这也成为阿兹特克历史上的转折之年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阿兹特克人不仅没有消亡 反而摆脱困境慢慢壮大 创建了一个帝国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首先是开发农业 营建城邦 对阿兹特克人来说 被驱逐其实是因祸得福 特斯科科湖位于墨西哥盆地中部 湖中的岛屿土地肥沃适合耕种 加上湖水环绕 有效隔绝了周边城邦 等于给阿兹特克人 创造了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 这简直求之不得啊 他们开始大力开发农业 岛上多山 他们就修筑梯田 引山泉灌溉 湖畔的浅滩 用木桩画出一块块长方形区域 改造成堕田 沼泽的水也被排干 种上农作物 有哪些农作物呢 和欧亚大陆不同 美洲不产麦子和水稻 原住民以玉米大豆为主食 蔬菜则有西红柿 南瓜 县菜 奇亚籽等 当然也少不了辣椒 阿兹特克人喜欢把辣椒磨成粉 制成调味汁 搭配主食一起享用 可以说 辣是阿兹特克饮食的灵魂 耕种之余 阿兹特克人也进行采集和捕猎 岛上丰富的生物资源 如鱼类 水果 野菜 昆虫提供了多种维生素和蛋白质 不过 美洲不产牛羊猪这样的大型动物 要吃肉 只有兔子 狗 火鸡等小型动物可供选择 经过辛勤劳作 阿兹特克人实现了食物的自给自足 不必再为生存而焦虑 他们的城邦也在这一过程中建成规模 起初 阿兹特克人辟出空地 建造祭坛 随着物质条件改善 祭坛一步步升级 最终扩建成一座高60米的金字塔 甚是宏伟壮观 后人称作大金字塔 以大金字塔为中心 阿兹特克人将整座岛划分成了几个区 相当于今天的城区 几个城区合起来 就是城邦了 阿兹特克人给自己的城邦 取了个意味深长的名字 特诺奇地特兰意思是仙人掌生长的地方 仙人掌是当地常见的植物 能在各种环境中存活 阿兹特克人用仙人掌为城邦命名 看重的就是他顽强的生命力 现在阿兹特克人站稳了脚跟 这花费了大约一百年 到15世纪中叶 特诺奇地特兰已经是墨西哥盆地最富庶的城邦之一了 这使他变得极具吸引力 周边民众纷纷划着独木舟穿越湖泊来投奔 阿兹特克人越发自信 野心也随之膨胀 开始谋求对外扩张 这也跟他们的文化传统有关 阿兹特克人来自墨西哥北部的干旱区 恶劣的生存条件塑造了他们勇武好斗 敢于争抢资源的强悍性格 对阿兹特克的统治者来说 开疆拓土是刻在骨子里的基因 一旦时机成熟就会迈出扩张的步伐 阿兹特克人的扩张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是武力征服 二是组建联盟 先讲武力征服 公元1427年 阿兹特克西边的邻邦阿斯卡波查尔科 年迈的国王去世 老国王的儿子们为争夺王位大打出手 原本强大的阿斯卡波查尔科被搞得四分五裂 阿兹特克人趁机出手 用各个击破的手法征服了这座城邦 阿兹特克的扩张之路由此开启 据统计 从1427年到1519年 阿兹特克共有六位国王 各个能争贯战 攫取了大片土地 按照传统 每一位国王都拥有一座大型石雕 用于记录他们的文质武功 从石雕上的记载来看 蒙特祖马一世 坦称一代雄主 他于1440年登基 在位将近30年 东征西陶 确立了阿兹特克在墨西哥盆地的霸主地位 1486年登基的阿维·绰特 也颇具军事才能 他善于运用强行军 骑袭 扶击等战术 屡屡击破对手 在阿维·绰特的率领下 阿兹特克人不断吞并周边的部落和城邦 其势力一度跨越墨西哥盆地延伸到中美洲的威地马拉 不过阿兹特克人并非战无不胜 要知道墨西哥盆地气候适宜 资源丰富 各部族都想分一杯羹 导致竞争异常激烈 能在这里立足的 哪个不是身经百战 阿兹特克人再彪悍 也不可能天下无敌 实际上 他们经常打败仗 最严重的一次 敌人乘其不备 搞偷袭 冲进特诺奇地特兰 烧毁了一座神庙 可见光平武力是建不成帝国的 阿兹特克人还有一个绝招 组建联盟 阿兹特克人同西边的城邦 特拉科潘 还有东面的城邦 特斯科科结为三国联盟 三国中 当然以阿兹特克的实力最强 他们掌握着联盟主导权 阿兹特克人的城邦 特诺奇地特兰 成为帝国首都 阿兹特克君主坐镇其中 自称皇帝 特拉科潘和特斯科科的统治者 则称为大成主 皇帝会把女儿下嫁给大成主 通过世代联姻 将联盟捆绑成一个 以血缘为纽带的整体 联盟内部互通有无 相互支援 比如阿兹特克人英勇善战 所以通常由他们带领盟友 去打仗 征伐其他城邦 取得的战利品 阿兹特克和特拉科潘 各自瓜分五分之二 特斯科科分得五分之一 按照分配比例推算 特斯科科的实力相对较弱 不过特斯科科人精通 艺术和工程设计 拥有一大批优秀工匠 阿兹特克人修筑神庙 金字塔会找他们帮忙 有三国联盟加持 阿兹特克人的影响力 提升了一个台阶 地盘不断扩大 鼎盛时 阿兹特克帝国统治了 从今天的墨西哥中部 南部一直到威地马拉 约二十万平方公里的区域 将周边大大小小 两百七十多个城邦 悉数纳入版图 人口达到数百万 这在政治高度分散 很少出现统一政权的 美洲大陆实属难得 这也是为什么 他会被后人称为帝国 尽管热衷于征服 阿兹特克人的统治并不暴虐 甚至称得上宽松 每征服一个城邦 阿兹特克人就把它变成 纳贡行省 要求定期缴纳贡品 都有哪些贡品呢 一般是当地特产 以农业为主的行省 缴纳玉米、大豆、辣椒、 可可豆、蜂蜜等食品 动物资源丰富的行省 缴纳老鹰、鹿皮、豹皮等 动物制品 有的行省手工业发达 那就缴纳桌仪、纸张、石器 乃至黄金制品 还有的行省专门制作武器 比如弓箭、铜斧子 羽毛制成的战袍等等 脚夫们排着整齐的行列 按照80天一次、半年一次 或一年一次的频率 将贡品送往帝国首都 特诺奇蒂特兰 此外 阿兹特克人还会不定期的向行省 索要工匠、士兵以及奴隶 行省也要做好准备 及时奉上 实际上 阿兹特克人就是为了攫取财富 才攻打这些城邦的 所以 如果他们表示臣服 然后按期纳贡 也就能让阿兹特克人满意了 通常情况下 阿兹特克人不会在行省驻军 也不会委派官员 基本不干涉当地事物 对于表现良好的行省 还要加以笼络 回赠各种礼物 甚至安排政治联姻 强化对方的忠诚度 由此可见 阿兹特克帝国对行省的控制 不像中央对地方那样严格 双方的关系更接近宗主国和附庸国 附庸国只要履行一定的义务 就能保持独立性 那么附庸国上角的贡品都归谁了呢 这就要讲到社会结构了 阿兹特克帝国实行严格的等级制 所有人按照出身 分为贵族和平民两大阶层 贡品自然只有贵族阶层能享用 平民是没份的 而贵族也要分三六九等 最珍贵的贡品要留给顶级贵族皇帝 皇帝的宫殿就是用各地上角的优质石材 木材金银珠宝打造和装点的 显得宏伟壮观 富丽堂皇 皇帝端坐在芦苇编制的宝座上 身披点缀着绿松石的斗篷 头戴镶嵌着绿松石的皇冠 身旁武士环绕 处处彰显皇权的尊贵与威严 阿兹特克人崇拜各种神灵 如火神 和神 战神 祭司要定期举行仪式 献上牺牲品 其中主宰星辰掌管丰收的羽舌神 是至高神 他的祭司仪式必须由皇帝亲自主持 在此 皇帝扮演了大祭司的角色 具有沟通天地的能力 这又给他增添了一层光环 除了皇帝 三国联盟中另外两个城邦 特拉科潘和特斯科科的统治者 即所谓大成主也属于顶级贵族 能享受丰厚的贡品 权威仅次于皇帝 皇帝和大成主的子孙 生来就是贵族 从小谨医御食 接受良好教育 成年后还有机会成为封建领主 一位大成主生了60个儿子 全部获封土地 当然 这是极端情况 由于土地有限 只有少数贵族子弟会被授予封地 继承长辈的头衔 职位和家产 没有封地的贵族子弟怎么办呢 可以当行政官 军官 祭司 法官等 凭借优厚待遇 同样能过上衣食无忧 妻妾成群的日子 要是能当贡品催征大员 去下面的行省催缴贡品 就更有油水可劳了 实际上整个官僚集团 都被贵族子弟承包了 普通人根本无法插足 据统计 贵族阶层仅占 帝国总人口5% 他们占据食物链顶端 攫取大部分资源 那么剩下95%的平民 又是怎样的生存状态呢 在阿兹特克 凡是贵族以外的人都统称平民 包括农民 渔民 工匠 商人 及各类服务人员 其中农民是最多的 阿兹特克以农立国 农业是比贡品更重要的财富基础 所以统治者高度重视农业生产 在统治者的安排下 大多数平民以家庭为单位 一家人居住在简陋的房子里 男性每天下地耕种 或者捕鱼打猎 女性操持家务 仿线织布 劳动收获的大部分要上缴 剩余的用来养家糊口 正是靠着平民的供奉 贵族才能过上纸醉金迷的生活 贵族对平民的利用不止于此 阿兹特克帝国实行全民皆兵 欲有战士 男性要应征入伍 上阵杀敌 荣立战功的士兵将得到荣誉和物质奖励 例如抓住三个俘虏 就能得到国王亲手赐予的斗篷和战袍 战功积累的多了 还有望获得准贵族头衔 享有一定的豁免权 但这一切都是统治者笼络平民的手段 准贵族毕竟不是贵族 真正的贵族不会把他们当自己人 而且准贵族还不能世袭 他们的后代还是得上战场卖命 说到底 平民永远是平民 要么在家种地 要么去当炮灰 阶层跃迁是无法想象的 不过有一些平民也能过上还不错的日子 那就是职业商人 阿兹特克人称作波奇特卡 意思是专门从事长途贩运的商人 各地行省缴纳的贡品 就由波奇特卡组织运输 源源不断地送往帝国首都 旅途艰辛 波奇特卡或许会在丛林中迷失 或许会失足跌落悬崖 又或许会遭遇山洪、泥石流、遇上盗匪 以至于性命不保 总之这是一个风险系数很高的职业 忍机挨饿、死于非命都是家常便饭 但相应的回报也很丰厚 波奇特卡运送贡品是为贵族服务 贵族也投桃报李 给予种种特权和便利 例如允许他们夹带私货 阿兹特克帝国以可可豆为通用货币 波奇特卡就会使用可可豆 在某地低价采购特产 然后沿途贩卖赚取差价 精美的服装、上好的皮毛、漂亮的羽毛 珍贵的宝石还有成群的奴隶 都是很受欢迎的商品 波奇特卡借此编织了一张四通八达的商贸网 将帝国的各个区域连接起来 促进了商品流通 进而推动经济发展 头脑灵活的波奇特卡 还会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 充当贵族特使 穿梭于各个行省之间 传达指令、了解民情 他们还作为间谍潜入敌方阵营 刺探情报 久而久之 贵族对这些职业商人越发倚重 他们也在这个过程中 积攒了远超普通人的巨额财富 能够住豪宅、穿华服、经常举行豪华宴会 更重要的是 波奇特卡的职业和财产都可以世袭 换言之 尽管从身份来说 波奇特卡依然属于平民阶层 但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 远远比一般的平民优越 这使波奇特卡事实上成为 介于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第三个阶层 除此之外 阿兹特克帝国还有奴隶 他们多数是战俘 沦为奴隶后为主人服务 干最脏最累的活 有的还会被杀掉 把他们的血奉献给神灵 也有平民乃至贵族 因为沉迷赌博输得倾家荡产 只好卖身为奴的 他们的命运要好得多 因为法律禁止主人 虐待这类奴隶 并且允许他们攒够钱赎身 到这里 我们介绍了阿兹特克帝国的社会结构 主要有贵族、平民和职业商人三个阶层 再加上一定数量的奴隶 可以发现 不同阶层间壁垒分明 难以跨越 阿兹特克总体上 是一个阶层固化 社会流动极低的帝国 如果没有外力干涉 它或许会一直延续下去 然而外力还是来了 时值16世纪初 以葡萄牙、西班牙为代表的西方殖民势力 将触角伸向美洲大陆 1519年 西班牙探险家埃尔南·克尔特斯 在进墨西哥东海岸登陆 这里正是阿兹特克帝国的统治区域 仅仅两年后 这个帝国就土崩瓦解了 这就很令人惊讶了 以克尔特斯为首的西班牙殖民者 也就400多人 他们是如何在如此短的时间里 消灭一个人口几百万 拥有庞大军队的帝国的 本书作者的答案是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阿兹特克人不是喜欢搞政治联盟吗 克尔特斯也如法炮制 他利用各地城邦对阿兹特克人的不满 承诺他们只要推翻阿兹特克的统治 就不用缴纳贡品 吸引来大批同盟者 1521年8月 克尔特斯率军攻入特诺奇地特兰 杀死皇帝 阿兹特克帝国宣告灭亡 从这个角度说 阿兹特克帝国是被内部的一己力量推翻的 西班牙人主要扮演了煽动者和组织者的角色 只是这些当初揭竿而起的城邦没想到 阿兹特克帝国的灭亡 并不意味着自己将迎来好日子 此后西班牙人运用同样手段 拉一派打一派将他们逐一吞并 最终西班牙人建立起从今美国南部 穿越墨西哥 威地马拉 一直延伸到秘鲁 智利和阿根廷的殖民地 这片广袤地区被称为新西班牙 而作为被征服者的阿兹特克则遭到刻意丑化 西班牙殖民者对阿兹特克人的描绘充斥着偏见 仿佛他们是一群毫无文化 嗜血成性的野蛮人 然而真的是这样吗 下面就讲一讲阿兹特克人取得的文明成就 以及留存至今的文化遗产 先看天文学 阿兹特克人的前辈玛雅人 就积累了丰富的天文学知识 作为玛雅文明的继承者 阿兹特克人同样精通天文 他们掌握了太阳和月亮的运行规律 能准确预测日时和月时 也明白日月运行和气候变化的关系 据此安排活动 他们知道彗星往返地球的间隔时间 能推算流星雨何时爆发 他们制定的历法一年包含365.2422天 和现在的历法一致 水平可见一般 仰望天空的时候 阿兹特克人不乏浪漫想象 比如看到月亮上的阴影 他们认为那是只兔子 当初开天辟地时 神灵为了降低月亮的高度 特意把它抛了上去 这跟中国关于月兔的传说 有异曲同工之妙 天文学之外 阿兹特克人的手工艺术也非常发达 能制作精美的陶器石雕 以及各种黄金制品 当地盛产一种黑色宝石 黑钥石 阿兹特克工匠用它打造砍刀 镜子 装饰品 简直无所不能 心灵手巧可见一般 今天黑钥石工艺 作为墨西哥传统艺术 得到留存和传承 他们还擅长医学 医生们熟安各种草药的特性 能够治疗头疼 胃痛 腹泻 失眠 精神异常等疾病 经现代医学检验 118种阿兹特克草药中 85%具有疗效 像原产于墨西哥的龙蛇兰 用它的汁液清理伤口 可以杀菌消毒 今天阿兹特克医学 仍然在墨西哥发挥作用 在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 展现出顽强的韧性 同样韧性十足的还有语言 阿兹特克人说一种古老的语言 纳瓦语 原本没有文字 被征服后 幸存的阿兹特克人学会了西班牙语 开始用西班牙语字母记录纳瓦语 形成了独特的书写系统 这有什么好处呢 前面讲过 由于心存偏见 西班牙殖民者把阿兹特克人描绘成野蛮人 有了纳瓦语文字 阿兹特克人可以记录自己的事情 树立自己的形象 500年来 阿兹特克人写下了大量史书 传说 诗歌 歌曲 纠正了西班牙殖民者构建的刻板印象 也让后人有机会了解阿兹特克文明的真实面貌 今天讲的这本书就是以阿兹特克文献为基础 专写的 时至今日 仍有大约200万阿兹特克后裔生活在墨西哥 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坚守着先人的生活方式 比如以纳瓦语为日常用语 也用纳瓦语写信写公文 以玉米为主食 祭祀神灵等等 从这个意义上说 阿兹特克文明从未消亡 它一直作为现代文明的一部分存续着 好 世界之战 墨西哥的阿兹特克网室这本书就解读到这里